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五 最近呢 很多粉丝问小五2000多的预算能不能入手苹果支持5G网络的手机 还别说真有 今天呢 我们就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带你们看一下 出发 手上这台二手的苹果呢 就是这位湖南的粉丝在我们这边订购的一个机器 苹果小12又称12迷你黑姐64g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也是在一个2800左右的预算 支持5G网络 屏幕的话也是一个5 4寸的欧赖的屏 搭载a1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呢 非常ok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支持面容解锁 这也是苹果唯一一款支持5G网络 预算在2000多区的入手的一个机器 苹果13呢 最近市场行情呢 也是跌了200左右 手上再来机器呢 也是为福建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下单的一个机器 黑姐128g95成星 那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46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机器 屏幕的话 它采用的是一个6点一寸的二楼一地屏 a15的处理器 后置双色1200万的像素 拍摄视频呢 多了一个电影效果 同时呢 续航方面提升也是非常大的 电子容量也是有 3095毫安 支持5G网络 如果有双卡需求呢 这款机型也是可以无损改双卡 信号也是非常稳定 机器的品质呢 也是非常高 电池效率100预算在3000左右呢 追求性价比 也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11polo max 256g黑姐的一个机器 95成星 那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3900左右的预算 相比无所呢 这里也是有一个三四百左右的一个差价了 这台也是江苏的一位粉丝在我们这边下单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经常看我们直播撤击 这几起手上的苹果7呢 也是用了四年多了 所以只想换一个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机器 11polo max那一只搭载a13的处理器 6.5寸的二楼一粒屏3969毫安的电子容量 拿来当主力机 再用个三四年的这款机器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手上这台二手的苹果12polo max也是一位杭州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订购的一个机器 黑姐256g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59左右的预算 这位粉丝呢 也是有双卡需求 所以我们测好机器没问题 也是要帮他改一个双卡 12polo max它屏幕的话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二楼一地屏 大平档的最爱 可以看到我一只手的话 基本是握不住 那一只也是a14的处理器 后置三个箱头12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呢 也是非常不错 电子容量也是高达3687毫安 然后我们再去安卓市场拿两台华为的p30 手上这台那是一个8加128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也是在一个1700左右的预算 麒麟980的处理器 6 1寸的水滴屏 后置也是有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高达3650毫安 支持双卡双待 预算在2000出头 抢入手一台支持5g网络 而且又要256g的大内存 那可以考虑我们从这台三星node10加 这台呢 也是一个5g版本12加256g的 那目前市场行情也是在一个2500左右的预算 内置搭载骁龙888的处理器 6 8寸的起面屏 后置四个像头1200万的像素 4300毫安的天子容量 同时呢 也是配有一个原装的手写笔 只要2000多的一个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哪一单主力器用个三年左右呢 也是可以的 手上这台妹的20polo呢 也是这位深圳同城的粉丝 在我们这边下单的一个机器 8加1289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在一个1900左右的预算 6加128的话 差不多是在1600左右 妹的20polo屏幕的话 采用的是一个639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电视的容量也有4200毫安 同时搭载一个70980的处理器 哪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呢 用个三年左右这款机器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我们手上这台二手的华为妹的三菱保时捷 最近市场行情也是跌了不少 手上呢 这是一台5g版本12g的运行512g的内存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 也是才5700左右的预算 那只也是搭载70990的处理器 653寸的一个瀑布屏 后置四个像头4000万的像素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像市场拿这款全新机 目前也是要12000左右的预算了 这边也是直接有个7000左右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耳机的话 手上这台1562m的二代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也比较稳定 续航一天可达10个小时左右 三代最好用的就是这个1562a的芯片月虎版本 降噪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四代的这款目前也是市场的最顶配 若达156m的芯片 音质续航都很好 好了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跟评论哦 然后加�跟评论一下 赞和这边 发展论一下 入郎发展论 贷这边的赞和注意力 有允足错的人